刚才看到轮信 有快递到了 还不是一个 拉大尾一块去拿快递去 因为我怕自己拿不上 有点多 走吧 最近经常有快递 以前上来下去好几趟 把人的腿都上的酸嘛 你习惯就好了 我现在还是不习惯 刚才从一个柜子里取了三个小件 现在还得去另外一个柜子取 幸亏把大尾一块拉下来了 不然我一个人这六个快递根本拿不上 我拿这三个重的 然后你拿那三个轻的 行走吧 我这个是桃跟那个厕 重了呢 哎呀 爬的楼太累了 腿特别缩 走吧 你还跑得挺快 先喘一会 我们现在全家回到家之后 每一个人的口头禅都是 哎呀好累呀 你想每天送孩子 然后送过去 接回自己回来爬个五楼 然后去买菜 取快递 偶尔再出去办点事 来来回回一千五六趟 太累了 感觉我最近都 爬楼给爬瘦了 我感觉都 哎呀一千来来回回爬上几趟 肚子都给爬饿了 咱们中午吃什么呀 今天正好改善伙食 咱们去超市等一下买点好的 你刚才说你瘦了 那有什么可抱怨的 你不是一直想减肥吗 减不下来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每天上下好几趟 给你锻炼锻炼 捡捡你那个大肚子 不是说抱怨 是就跟我说爬个五楼说好累呀 只不过是疏解一下这个累的这个心情 知道吗 发发牢早 实际上瘦下来你还挺高兴的 肯定呀 晓月今天要大弄啊 媳妇今天要给我们做好的 买了大虾 这个县海虾58一斤 也西安的菜市场 入价稍微高一点 又过来买了点牛肉 超市采购完了 这么两大包 花了250多 今天买的多 对呀 稍微一采购就好几百 主要是买了牛肉大虾这些硬菜 今天给你改善伙食呢 给我改善伙食呀 是给果果改善伙食呢好不好 你不是也得吃吗 就一块吃就是给你 回家又要爬五楼了 哎呀想起来就好发愁啊 减肥 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能减减肥 现在有点饿了 但是等一多小时才能做好饭 咱们先吃一块月饼 电饱一下吧 不过来吃一块月饼 你看你吃那个 这次买的月饼还挺好吃的